迷你的小西瓜壳里 装着水果球和冰淇淋 真的精致又可爱 不然和苹果组成的礼盒 都是高级超市里的商品 有人经过一颗370公克 只有手掌大小的迷你西瓜 就要335元 简直可以买颗大西瓜了 不过这迷你西瓜一切开 吃起来是细致清甜的香味 和大西瓜截然不同 西瓜是这个小西瓜 比较细 味道比较重 比较重 感觉吃起来后面的感觉 那个味道都残留蛮久的 多皮也可以吃 皮也可以吃 会苦吗 不会 迷你西瓜会这么贵 主要是因为它不像一般西瓜 是种的地上藤蔓到处爬 迷你西瓜可是长在温室 挂在网子上 皮薄娇嫩一不小心就会断掉 还得天天有专人储蓄多余的藤蔓 因为它是磁力的 磁力士的栽培 它的养分团体本来就 有做过地净引力的牵制 所以会比外面的还要再慢一点 那它的品质会比外面好一点 因为外面有没有生理沙漫 但是对它养分都被奔战掉 那温室里面的小西瓜有生理沙漫 它会把所有的养分 提供在瓜谷里面 迷你西瓜是农油种苗公司 花了六年时间育种研发 根据农民栽种的技术 甜度介于8到12度之间 而迷你西瓜已经有注册商标 纯台湾育种绝对不是日本货 东森新闻五星每一载嘉宜报道